针对12年国教政策出现重大的漏洞 新北市长朱立伦宣布 新北市明年不办特色招生 更希望台北市也可以跟进 对此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表示 教育政策的确有问题 希望行政院可以出面召开紧急会议 北北级地区会做出一致性的决定 而台北市议员今天则是痛批 重大决策由朱立伦一人宣布 恐怕是有选举考量 12年国教让家长怨声载道 新北市长朱立伦开了第一枪 率先宣布明年特招不完了 至于台北市要不要跟进 就整个12年国教通盘的来检讨 所以我觉得行政院应该由院长 召开全国的教育会议 由地方政府的首长跟教育局长 一起来参加 大家的及时广益 我们会有一致的做法 台北市的立场 我们认为对12年国教升学制度 应该不是现在来片面的去看 免事要如何调整 特招要如何调整 而是在整个大原则的部分 我们都认为需要全面来做检讨 要取消特色招生还需通盘考量 因为新北市以社区高中为主 要取消影响较小 反倒是明星高中多集中在台北市 贸然跟进伤害恐怕更大 不过北北基警铃政策应该协调一致 朱立伦片面宣布 还希望北市府也要跟进 让市议员大大不满 朱立伦果然是搞政治的 他非常知道现在率先来抛出一个 免特招这样一个讨喜的议题 他不但能博得版面 而且能够博得更多家长 或者是选票的一个喜好 和一个政策 应该三个市长共同商议之后 再拍板共定 台北市有很多的特色高中 或大家所说的明星高中 他的免事比例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 把它提高到那么多 一些都还没有办法确定的话 我就贸然的去宣布说 全面取消特招的话 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受 但教育政策确实出了大漏洞 不过好猪两人 共同打造黄金双子城 重大教育变更却不同步 尽管没有年底选战压力 不过好龙斌也要再三思量 就怕太过草率成为职工2016绊脚石 有点TV来源是刘一轩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三分钟 都没关系 同学 在几天旅行 垃圾